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步就是简单的总结 在讲解Rocam卡之前 我们简单回复一下RocamQ RocamQ作为业务消息首选 在业务系统中是非常常见的 它会在进入系统 LT平台 电商系统 物流系统等等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 业务系统当中看到它的身影 这在RocamQ的一些非常好的特性 首先就是它可以对上海有的系统做一个结枉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消风填骨的一个能力 这在那个双十一秒杀系统都是非常常见的 还有就是RocamConnect的支持一些顺序消息 这也是在我们在业务系统中是比较常用的一些能力 我们在业务系统中使用RocamQ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通往MQ对上海有的服务做一个结枉 那随着我们对RocamQ使用的一个深入 我们对RocamQ的一个诉求也越来越多 比如我们希望RocamQ有一些数据集成的能力 因为RocamQ它在很多业务系统中使用 它承载了数以亿计的业务消息 业务消息里边 业务消息因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对这些数据更好地去发挥这些数据的价值 我们希望把这些数据存储的 转存到一些数据分析系统当中 例如Flink或者一些数据户当中 例如Hoodie 或者我们希望在业务系统有更好的查询 希望把这些数据同步到以来这个Search 或者一些Redis的缓存系统 同时因为我们很多系统是通过MQ做一个捷偶的 我们希望MQ可以直接将我的业务 业务存储在Mess中 存储在MangoDB当中的数据 集成了RocamQ 这样我们的下游系统就可以通过TOPIC消费到这些消息 当然RocamQ 即使RocamQ没有数据集成的能力 这些也是可以在业务系统实现的 我们看一下一些 以下一个场景 就是通过MySQL 通过数据到以来这个Search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管 然后管道 首先看第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 我们通过解析MySQL的binlog 将数据同步到以来这个Search 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的数据连比较少的时候 是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的开发维护都比较低 但是当我们的数据连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不是那么好了 因为我们数据连多的时候 就我们可能就会 我们希望任意两个系统之间去做数据同步 就会产生一个N层的问题 对我们那个开发工作 然后维护工作 测试工作 都是直播极的增长 那第二个的话 就引用那个MQ 对上下游系统做了一个捷偶 通过上游通过拉取数据员的数据 然后通过保证者方式 用卡MQ 下游通过controller去消费用卡 各个数据 然后写了个目标系统 这也是我们在业务系统中 可以指正常使用的一个方案 做生产机可用的一些数据同步的话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问题 例如第一点就是 温柔高效的去实现两个系统之间的数据同步 第二点就是 还有就是要故障转移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们去同步数据的时候 如果我们节点挂了 然后是否对线上系统会产生影响 如果短时间再挂 挂掉以后 我们通过人工认为 手中把它拉起 可能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如果长时间没有发现这个任务 挂掉了 到我们发现的时候 可能它再也感不到任务数据的同步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系统 我们系统要考虑一些扩松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系统 它那个压力 它的负载是可能会随着我们的业务的增长 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 例如大厨期间 它的负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需要在高负载的时候去增加一些机器 去支撑我们的业务 然后业务低风期的时候去减少机器 也加上等本 所以说我们设计这个数据同步系统的时候 也要考虑是系统扩松的限量 还有就是我们数据同步的任务 越来越多的时候 如何去管理这个任务 也是一个非常不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讲到一些问题和挑战 使用Rocom Connect的话 就可以将这些问题人而易解 并且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搭建 从LetsuPro到LetsuPro 一个实际管道 我们只需要通过Rocom Connect 提供的Restual结果 将不同的任务的 不同的配置 发给Rocom Connect 用Connect去处理 就可以生成不同 创建不同的任务 去做不同的数据同步 除了刚才讲到 MySQL到以来这个设计数据同步 Rocom Connect 还可以使用了非常多个场景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Rocom Connect 那个数据集成的一个能力 将一些外部的一些数据系统 把这些数据都集到Rocom Connect 当中 然后下游的话 我们可以对接我们的业务系统 业务系统通过消费topic 对这些数据做一些处理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我们也可以上游系统 是我们的业务系统 将这些数据放出了Rocom Connect 然后我们下游对这些数据 用Rocom Connect 数据转出 让我们对Rocom Connect 的能力将这些数据 转存到其他存存 比如MySQL 或者Mogodb 或者一些分析系统 或者数据服务 对这些数据进行 进一步的处理分析 让这些数据产生不够的价值 还有的话就是 这些ETR的一些场景 我们可以通过Rocom Q Connect 它流失的数据同步的能力 用在我们的CDC那个场景 CDC这个场景的话 它产生的背景是 我们以前的业务消息业务的数据 越来越多 我们以前数据少的时候 就通过一些Circle 写Circle定时任务的方式 就可以帮我们将一些数据 业务数据写入到一些分析系统 去做数据分析 但当我们的业务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那个定时任务加一些 在Circle的方式可能就很难将 业务系统的数据去按 在一定时间内去同步的分析系统 然后CDC这种技术 它就可以动态的 准时射将业务系统中的 增加删除修改的一些事件 给捕获到去写 根据这些事件 将这些事件对应的数据写到 在我们的目标的分析系统 或者数据库当中 Rocamil特技 非常适合 因为它是流失的数据 它的数据的同步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它可以达到秒级 甚至好秒级 前面讲了一些Rocamil坎那个的 它的一个使用产品 我们这边简单总结一下 Rocamil坎那个它的一些优势 首先就是一个统一的数据 统一预估数据 一个同步的一个能力 各种不同的数据 原来数据 数据同步 做一个同一的管理 统一的同步 这得益于就是Rocamil坎那个的 它对数据同步这种场景 作为一个统一的抽象 就是坎南的API 对我们的数据原 还有那个目的 还有我们统一的数据格式 它们相关的Segamer 都做了一个抽象 我们所有的数据原本的同步 就通过实现这套API去实现 然后通过这套API的话 我们也只需要就是 关注我们的数据同步就可以了 它的那个高可用高性能 分析的容错 然后通过 Rocamil坎那个的这套框架 都已经考虑的 都已经解决了 那第三个就是配置 画D代码 刚才我们在前面 讲的这个通过 原来这个设计的时候 也看到了 我们只需要配置两个 就可以完成 满社会的原来这个设计的同步 即使我 Rocamil坎那个的没有 日期在这里的存储 我们可以通过实现 Kanel的API 以地代码形式去支持这套存储 第四块就是它的DNS 它可以达到秒级 甚至毫秒级的延迟 第五步的话 就是它的高可用和故障处理 这一块的话就是 因为用Kanel的 它可以以集群的方式去运行的 我们在集群里面 可以有很多个节点 任何一个节点挂了以后 这个节点运行的任务 都会在那些已经存活的节点上 去拉起 第六个叫做动态扩充 前面有讲到我们的业务 它的负载是不同的 我们根据我们的业务的增长 或者我们的运行的时期 是大处之间还是平时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系统 动态的去增加或减少节点 这两个技能 可以支撑我们的业务 又可以进行成本 最后的话就是 用Kanel的提供了一些 非常好用的 就是Restful API 我们通过这些API 可以同意去管理 去监控我们的Kanel的集群 以上就是 用Kanel的一个介绍的部分 然后下面我们学习一下 用Kanel的一个原理 在学习这些原理之前 我们先看一些概念 所以它第一个就是Kanel 它翻译过来叫连接器 它是定义数据从哪到哪里 从哪个地方到哪里 从哪复制到哪 然后从数据源 就是从一个 例如MySQL 这个数据系统同步的 Rocam2 这种Kanel的话 它叫SourceKanel的 那么从Rocam2去读取数据 写入到目标系统的话 这种Kanel的叫Sign-Kanel Kanel的 它负责接收我们的 我们的任务所需的一些配置 并且它也负责去 为这些任务去分配 分配好配置 它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Connect 分片 就是分片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单位 它对应于我们系统里边 一个限制 它是在系统中真正干活的 它负责将数据源的数据 可以负责Rocam2 或者从Rocam2 去读取数据 写入的目标系统 并且我们的Task是无状态的 它可以随意的系统 我们Connect 它这个并行执行的能力 主要就是体现在Task的塑料道中 我们在Connect里面 去增加Task的平均度 就可以提高我们的 数据的处理能力 下面就是它的两个 对应的API 我们在创建 在实现一个 Connect 实现一个 数据同步 主要就是靠这两个API 去实现的 这两个API 我们看也是非常简单 在Connect里面 它主要就是 启动Connect 它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向往 是它的Stop 下就是配置 因为Connect Task的分配配置的 它是Connect的方法 然后最后就是 我具体要创建什么Task的 它就是一个Task 的一个方法 Task的另外也比较简单 它出了生命周期相关的方法 还有就是根据不同的流向 我是去拉数据 还是要去铺着数据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方法 我们通过左边图 就可以看到一个Connect的 整个执行流程 就是Connect 它会取得配置以后 然后会将这些配置 根据我们的配置进入分片 为每个Task去分配 它定义的一些配置 配置 这些配置里边就包含 与数据园 建立连接相关的一些配置 例如 MySQL 数据固件的连接 它肯定要有 账号密码 那个AndPont 的Pot 端口 然后Task拿到内心以后 去与数据园去建立连接 然后穿着数据园的相关的数据 去拿去到Connect的当中 然后封装成消息格式去发生的 还有客户当中 这就是一个Source的整个的处理流程 现在的话 刚好相反 就从Docker去读数据 然后通过Connect去读 然后将这些数据去写入的目标存储 这个是一个执行流程 那么它一个变化度的话 就主要期限在两方面 一个是进程 一个是现成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种 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员 Myserkel在这 它不 它是不可以分片的 它因为它只有一个Banout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多竞争 我可以建立多个slive账号 然后每个Connect的任务去读 去连开一个slive账号 然后去读它的Banout 然后处理去处理不同的表 提供它的变化度 然后像有些数据员 它是可以多分片 MongoDB 还有些大数据相关的一些存储 比如DFS 还有就是 这些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那个task 创建多个task 哪个task处理 一个或多个分片 让这种提高它的变确度 正在线程级别去提醒它的变确度 刚才介绍的就是Connect和Task 那我们的Connect和Task 具体运营在哪里呢 它就主要是一个 叫Worker的一个东西 这个Worker的话 其实就可以立起来一个进程 我们在Connect的多 集群的方式部署的话 其实就是 每个阶段起的一个Worker进程 Worker进程 是Connect和Task的一个运行环境 它提供就是Restful的 接受HDP请求 并且将这些配置传递Connect和Task 还负责 它还负责启动Connect和Task 保证Connect和Task 保证Connect的配置 保证Task的同步数据的位点进行 除此以外 Worker还提供负载均衡 Connect的进行高可用 扩缩容 故障处理 主要就是依赖Worker的负载均衡的能源出现 从我下面这个图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简单的创建Connect的一个流程 就是我们 客户端通过Restful结果去创建一个Connect的Worker的Restful API GPM模块去接受到这个配置以后 把它调用Connect的管理的模块 把这个配置保存了等级并且同步到其他节点 然后去 然后会触发负载均衡 然后 负载均衡以后 就会将 这种的Connect和Task分别给当前的一些 当前节点 右边就是 就是一个 节点负载均衡以后 就是只有三个节点 有很多个任务 这就是一个负载均衡以后 在集群中运行 运行踏实的一个情况 除了配置变化去 会影响负载进行过 所以我们集群的节点的变化也会影响负载均衡 那么我们集群的所有的Worker节点之间 去怎么去做负载 复发现了呢 就是我每个节点能感受到其他节点的存在 我才能根据节点的变化去触发负载均 我们知道我们在使用一个消息中运键 或者一个组件的时候 这个组件一般情况下 它是依赖 越是学习成本和运用的成本 都会相对较低 例如RocamConnect 例如RocamQ 它就是什么都不依赖 无论它服务发现 还是它的可用 它都是依赖本身的组件去实现的 那RocamConnect也是这个原因 它就是经常能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从而保持自身一个架构的简洁 所以说我们的服务发现 也是依赖RocamQ的一些本身的一些东西 它的服务发现了 就是依赖了一个RocamQ 它的客户端有一个客户端节点变化 一个通知的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所有的Worker节点 都作为一个消费端 去定义相同的TOPIC 和消费相同的Connect的国务部 我当网节点里边有一个节点 去当机就向那一个Connect的节点挂掉了 然后 博客就会通知其他所有 就是监听这个国务部这个TOPIC的节点 告诉他 有一个节点挂掉 就会触发机群的负贷端 把Worker3的节点 分别给Worker1和Worker2 然后上线也是类似的 这是它的那个复发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集群那个Connect的配置 和ConnectTAS的offset的管理 就是我们要想实现 一个节点挂掉 其他节点可以马上把这个 挂掉节点的那些任务 Connect的任务启动起来 并且去增量的去运行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Connect的配置 和Offset的同步管理的一个 这一块的话实现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 Worker2它的TOPIC 我们想消费 想以提醒的方式去消费 或者以广播的方式消费 能广播消费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两种方式去实现 一种的话就是 交费相同的TOPIC 相同的Connect的服务 然后消费模式选择是集群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的话 它的消费一点都保存在本地 高可能能相比弱一点 我们还可以利用另外一种 能实现集群消费 就是我们订阅相同的TOPIC 我们不同的节点 使用不同的Connect的服务 这也是一种集群消费的一种方式 并且这种消费 方式是有报告的能源 因为它的Offset是记录在远端的 博客当中的 那么我们配置图目和Offset的同步 就是基于这个原理 我们在所有的节点都订 所有的Worker节点都订了相同的TOPIC 然后只是Cosumer Group不同 这样我们每个节点就可以消费一下 就会有全量的配置和全量的Offset的信息 这样从而去达到一个 从而去达到就是我们的节点挂掉 我们在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启动这个 这个Connect的任务 并且我们去按照它已经完成了那些Offset的节点 去增量的去继续同步 而不用再从头开始去同步 这么 这个图就是它那个配置和Offset 去达到所有节点相同的一个状态 首先就是我们的Worker节点点上线的时候 会把我这个节点的Offset Coffice的信息和Offset去同步的TOPIC 然后Worker上线的时候 也是有TOP的操作 这样的话就Worker1就会 就会消费到Connect2 就会保持到Connect2的信息 然后Worker2呢 也可以消费到Connect1的配置 这样就是我Worker1跟Worker2 都可以有全量的配置信息 Offset的也是类似的 我们通过前面那个服务发现和那个位置同步 配置同步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服务发现跟那个位置同步 和Offset同步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我们那个服务发现这些管理的话 它没有一个持久化做的 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个节点是不是在线 它是一个实施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数据不需要同步 我们那个Offset的信息的话 跟那个Coffice的信息的话 我们需要持久化 因为我们需要在机器重启来的时候 去多取这些配置 然后多取这些位置 去接着 继续去进行数据同步 最后的话就是一个负载均衡的介绍 讲到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熟悉是OpenCore中间应该会知道 客户端 它与那个服务端MessageCore之间的负载均衡 就是我们消费消息的时候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起了多个消费端 那我们如果起了多个消费端 那么我每个消费端就会负责不同的Q 因为我们有8个Q 4个Consumer 每个Consumer就会负责2个Q 所以说它的负载均衡是我们的消费端 与那个MessageCore之间的负载均衡 我们的中方用Connect 其实也是类似的 它只是负载均衡的对象不一样 中方用Connect 它的负载均衡的对象是work节点 与我们的任务 你通过这个图也可以看到 有3个work节点 有5个任务 它也是通过负载均衡的方式 每个节点 每个节点去分配 分配两个或一个 它这个分配上 跟RocamQ 客户端消费也是类似的 就是默认的话 它是通过一种均衡的方式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worker 跟所有的task去做一个排序 然后我们worker里边 用我们task在排序后 中的位置 信息与所有的worker节点去 worker在排序后 这个速度中的位置 去做一个取摸操作 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task 分配给不同的worker 这样它的节点 之间并且是负载均衡的 这是它的负载均衡的 RocamQ RocamQ 前面有讲 就是它 又提供了一些Restful接口 去用于管理集群 就是用于我们怎么创建 content 还有 轻轻均衡的 或者 Connect的配置 查证 状态的状态 这地方就是 简单列了几个比较常用的一些 API 有一个Metal的信息啊 还有就是我们重启我们的任务啊 等等 这个就不予列举了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RocamQ Connect它的一个运行模式 RocamQ Connect的话 它有两种进行模式 我们如果需要它的高考量的话 我们就是通过集群的方式 我推荐我集群里边至少有两个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worker节点 这样我们集群里边就具有高可用的能力 这就是集群方式运行的缺后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所有的worker节点 每个类的 配置信息啊 offside信息啊 还有状态信息啊 都会同步在这块 就给我的一些top一个单转 在P里的top一个单转 就这样去同步 同步到其他节点 这样每个节点 就有全量的offside信息 它在那边 有了这些信息后 它的一个互带均衡 互带均衡 它的容错啊 它的扩收容 就非常能实现 但第二块的话就是单机模式 这种的话就是 非常方便我们的学习 使用 就是它就单机的话 它就起一个我测试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嗯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一些 可能不需要高可能性的场景 可能需要这种方式 介绍了周开工厂端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如何实现一个场景 我们看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通过这样一个场景 来讲究一下 如何实现一个场景 首先就是我们的业务系统 会将我们业务数据 写入到MySQL当中 然后通过MySQL 把这个数据通过的 互对 那个数据服务当中 然后这个也有场景的话 然后相信通过